内与红毯不能没有王一博电影圈 同样需要王一博的加入 电影与时尚从不分价 王一博是一位备受关注的年轻演员 不仅在音乐和综艺领域有着出色的表现 在电影介义里创佳季 最近他在微博电影职业上经验亮相 带来了两套不同风格的造型 让人们再次感受到了他的时尚魅力 和对场合的尊重 第一套造型 王一博走上红毯时 身着香奈儿迎遍戏装 别致典雅 香家公子 超级上身 沉稳贵气 大气简约的西装 这套西装让王一博显得庄重内敛 彰显出他的成熟和稳重 在场的粉丝和媒体 纷纷赞叹他的气质和风度 携手长空之王热烈剧组 两次亮相红毯 一个裤盖风格保持依旧严肃且认真 第二次现身 笑容就从未停止过 这部清洗剧风格的作品 除了笑还是笑 第二套造型 王一博上台领奖时 换上了一套修身套装 身材尽显 丝巾内搭 妙不可言 这就是斯林家的魅惑时尚 这套造型展现了他的皮亚俊美 让他看起来更加自信和时尚 对于参加多次电影红毯 闯入电影圈的王一博而言 认可的意义 电影人的意义 大于外貌的展示 穿搭更懂的配合场景 在北京国际电影节红毯上 他选择了简约大气的西装 展现了成熟稳重的形象 在电影华表奖红毯上 他则尝试了新中式风格 沉稳大气中巧思多变 在抖音电影之夜上 王一博同样展现了自己的时尚魅力 和对场合的尊重 场外穿搭选择常款外套 修身俊朗 时尚大气 自信明艳 场内穿搭则选择了印花西装 典雅俊义 领结点缀 简约亮点 相较于其他演员和偶像 王一博在帅气的容颜 优越的身材 品牌的宠爱 个人的高水平审美加持下 在传统中力求创新 在不同的红毯中将尊重场合 与展示自我 尽力做到平衡与突破 他的时尚表现力和对电影事业的投入 让人们对他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这次亮相微博之夜 借助平台推荐 即将上映的电影热烈 带着感叹号上台 说了那句剧中人物的台词 陈硕极带热烈的绽放 是啊 这是王一博的电影 是属于他的 也只属于他自己 量身打造的街舞追梦少年 不但是王一博演绎生涯的一个开始 更是他把热爱的东西 通过大荧幕的方式 电影的镜头呈现给观众 通过电影 我们认识了不一样的王一博 曾经的酷该没有了 除非他不笑 在这么多次亮相中 我们发现他是个可爱的人 喜欢偷笑 笑起来还很甜 少年感拉马 乃彪可爱到飞起 不同的角色给了不一样的感觉 王一博都游刃有余的表现了出来 在电影之路 他是个新人 带着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他的表现 如果你钟爱于王一博的街舞 那么这次我们可以在大荧幕 欣赏街舞与电影的融合 看王一博的追梦之旅 众多实力派电影人云记红毯 然而 出人意料的是 一位年轻的演员王一博 成为了当晚最吸睛的焦点 他身上穿着香奈儿 《2023秋冬》系列的 鞋纹软尼加克 全黑装造十分惊艳 令人不禁赞叹 微博电影之夜 一场星光熠熠的电影盛宴 在这个充满光影交织的夜晚 众多明星与导演共相胜举 一同探索电影的无限魅力 今晚王一博与导演刘小事 导演大鹏一同踏上红塔 为大家呈现一场视觉与心灵的饕餐盛宴 王一博作为青年演员的代表 凭借其出众的演技和敬业精神 在影视圈中迅速崛起 此次受邀出席微博电影之夜 王一博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其成熟稳重的一面 还与导演刘小事 大鹏共同分享了电影的无限魅力 导演刘小事凭借其独特的视角 深受观众喜爱 另一位导演大鹏则以其实验性 和充满个性的作品风格 成为了中国喜剧电影的代表任务 在今晚的红毯上 大鹏导演与我们分享了 对年轻一代电影人的期许 当晚王一博导演刘小事等长空之王主演 身着典雅时尚的礼服 亮相红毯 王一博导演大鹏 制片陈止息星光意义的现场 气度非凡 时而微笑互动 时而驻足签名 为这个星光璀璨的一晚更添一份精彩 这场微博电影之夜 共赴光影之约的活动 不仅让我们领略了电影人的风采 更让我们深刻感受到电影这门艺术的魅力 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的活动 让更多的人了解电影 热爱电影 同时也期待王一博 导演刘小事与大鹏 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为观众带来更多视觉与心灵的震撼 在这个光影交织的一晚 我们共同见证了电影的辉煌 共同期待着未来的无限可能 让我们一起共赴光影之约 探索电影世界的奇妙之旅 然而在这个众星云集的名利场之中 王一博的确算是鹤立独行的存在 他也同样是今晚备受关注度的明星之一 今天虽然天气非常的炎热 但是王一博却穿了高定品牌的秋冬款西服 西服的面料非常的厚实 看着就非常的热 忍受了炎热 自然而然会得到一些其他的东西 在王一博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的辨识造型的好看 今天王一博的红毯造型 除了厚实这一点毛病之外 其他的地方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 将王一博身上的气质 很好的体现了出来 整个人显得非常的贵气逼人 红毯上的王一博 就像从一个城堡中走出来的王子一样 气质等各个方面 都是十分成功的拿捏到位了 到了那场之后 王一博换上了第二套礼服 这套礼服 真的是给粉丝们带来了满满的福利 王一博的第二套礼服 虽然也是西服 但是却是非常性感的西服 了解王一博的粉丝们 都知道 大多数情况下的王一博 都是喜欢酷酷的感觉 只有很少的时候 才会如此的性感风格 可以说 此次的王一博 真的是带来了非常惊喜的福利 给了粉丝们非常多的惊喜 而且王一博今晚可谓是备受瞩目 因为他非常的忙 他是带着三部作品 来参加今晚的电影之夜的 有这么多的作品 有这么多的人买 今晚的王一博可以说 真的非常的受欢迎 在走红毯的时候 王一博和胡君便聊得不停 看起来两个人的交情非常的好 聊得非常的投入 聊天时候的状态 也都没有断着 一看就是非常熟悉的朋友之间聊天的时候 才会有的那种松弛的状态 在领奖的时候 邓超也趁着间隙 和王一博聊天 本来严肃的王一博 在听了邓超讲给他的悄悄话之后 满脸都是憋不住的笑容 因此光大的网友都是在纷纷的疑问 究竟邓超对王一博说了什么 这个问题还成功的登上了热搜榜单 可谓是关注度十分的高 可以看出来 王一博在娱乐圈中的人脉 其实还是挺广的 尤其是院内许多的大咖前辈 和王一博的关系都非常的好 可见 私下里的王一博 真的是一个好人 所以才会受到这么多前辈们的青睐 王一博与香奈儿的合作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他曾多次身着香奈儿 现身各大场合 每一次都能带来新的惊喜 这次 王一博身穿香奈儿的超级礼服 配香奈儿系列的鞋子和包包 整体造型十分优雅时尚 而年仅23岁的王一博身材瘦弱 有别于其他电影人硬朗的肌肉感 反而更加显得清新脱俗 少年感十足 王一博的金贵气质 和完美的穿搭风格 不仅令人惊叹 也让媒体和粉丝们 更加关注他的个人魅力 根据报道 近期王一博身形似乎在逐渐减肥 这引发了网友们的猜测 有人认为他可能是为了接下来的角色 进行身材调整 而另一些粉丝则表示 王一博无论是增肌还是减肥 都能够完美地展现出自己的美感和风度 随着王一博在演艺圈中的不断崛起 他的影响力和人气也在不断提升 他的每一个出镜机会 都能成为媒体和粉丝们的焦点 从他参加综艺节目到出演电视剧 再到亮相重要的时尚活动 王一博始终能够带来新的惊喜和创意 展现出自己的独特魅力 正因为如此 王一博已经成为了当今娱乐圈中最受瞩目的星星之一 他的粉丝们在各大社交媒体上频繁发声 表达对他的爱戴和支持 同时 他也成为了时尚界和品牌商家的宠儿 无论是在T台上还是在平面广告中 他都能够完美地展现出自己的魅力 总的来说 王一博亮相电影之夜 身穿香奈儿的造型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他独特的气质和完美的穿搭风格 让人们再次领略到了他的不凡魅力 王一博第一套红毯造型 搭配香奈儿23-24秋冬预告系列 经典鞋为软的外套 Christian Louboutin的超限量联名款红底鞋 虽然一身黑但有衣领链条设计 和香奈儿Coco Crush项链的点缀 再加上王一博完美的身材比例 将这一套搭配演绎的贵气逼人 王一博第二套造型极其性感 是Celine 23秋冬系列 低胸领带的搭配 让王一博帅气和贵气之外 又多了一丝魅惑的气质 王一博凭借他绝美地脸 但和完美的身材 在时尚演艺方面可以变换出多种可能 轻松碾压对手 冠决全场也不为过 王一博凭三部电影无名 热烈和长空之王获得微博年度关注演员 热烈获得微博年度关注影片 长空之王获得微博年度观众喜爱影片 无名获得微博年度推荐电影 王一博上台领奖时 还与动超有趣互动 东顶热搜 在憋笑挑战游戏里 动超为了逗王一博笑 在王一博耳边说了悄悄话 然后王一博玩耳一笑 将现场的气氛推向高潮 动超到底和王一博说了什么 成了全网热议的焦点 王一博此次出席 主要目的是为了推荐他 7月28日上映的励志喜剧片热烈 将热爱做到极致 用梦想点燃夏天 非常期待热烈在今年暑假 带给我们的激情和感动 他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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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